来猎装版的帕美 2017款的车 18年3月份上的牌 32,000公里 3.07的牌量 330匹的马力 一口价 106万8千的价格 选了罗盘 Boss影响 还有20寸的一个轮锅 白色外观 类似是一个黑色类似 这一台猎装版的帕美 它可以改装 对不对 它的改装空间挺多的 你可以改 改牌线 你可以改尾衣 很帅的 这一台 看一下它的一个屁股 真的非常帅 它是属于一个 翘臀式的一个屁股 看到没有 普通版的帕美 它是一个六倍式的车身 这一款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大翘臀 屁股比较大 列装版的帕美 100凌鸡的一个价格 有没有汉兰达呀 汉兰达家里目前 没有 暂时没有啊 暂时没有这一台车 还有没有想看的车型 想看的事情 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互动起来 卡焰嘛 刚好看一下 好 要看卡焰是不是 要看一下我们家这台卡焰 来双击点赞不要停好不好 来 哥哥们咱们把点赞点起来啊 现在是3.7万个点赞 Q到6万个点赞 我再给你们发负担 宝马的X6有没有 私信一下 我们后台啊 私信一下 50宝宝宝宝 Aww 只要你付钱我就中天的那 ADAMS 祝宝 来这一台 金属漆 这要是在帕美上 这个颜色叫什么 这个颜色叫 那个叫什么 那个帕美叫什么颜色 不就是月光蓝吗 那个不叫月光蓝 保时青啊 保时青那是宝王好不好 算了 不为了你了 月光蓝的金属漆 内饰是一个红色类似哦 是你们比较喜欢的 波尔多红的 内饰颜色 五夜蓝 对 有人知道 五夜蓝 买什么车适合送给这个美女 那个帕美叫五夜蓝 他问买什么车适合送给我这个美女 你来回答吧 这一台它是一个波尔多红的内饰颜色 搭配了一个黑色的一个双拼内饰啊